另外我们可以说一个板块 就是本地的地产股 新世界拍奥装三期 有部分设施未达到设计要求 需要拆设重建 两天跌幅加上有一成 今日看到中午收市暂时还要跌半成 其实这个板块本身都做得挺好的 大家可以认为可能是一个科网 股灾的时候一个避险的资产 看到它楼价又这么高 收息又挺好 接着还有消费券 又或者政府谈谈两地通关的时候 都是利好一些商场的发展 但现在有这一宗消息的时候 你觉得是怎样影响到本地的地产股 甚至是自己新世界可能一些估值 甚至是以后的发展的方面 其实我觉得今次来说 当然泡河湾事件也是个别事件 未必会长远影响了整个板块的运行 但如果短期来说 再看新世界当然这件事 难免短期一定受压 但看到在集团方面 公关上我觉得做得算是比较好 因为其实可以很快 但是就来清一下其实就立刻就做一些赔偿 或者给大家选择回 其实与期是要修补的话 其实就不如就拆了去再重建 我觉得就令到市场方面用家 其实信心反而增加了 但是当然你说短期 因为其实今天来说很多报章又计算了 其实这个事件可能是9至10亿的亏损 这个影响了 但是其实如果你说继长远 如果能够在市场方面信心是做好的话 反而是可以令到他自己的日价是提升了 因为其实看到17号过往都有一定的日价给同业是知道 所以如果你说现在来说未来做得更好的话 反而是影响难免 但是长远计算 我觉得就对整个发展的影响 我觉得就没得走 短期可能有少少影响 但是长远都是看好新世界的发展的 这是什么事吗 感谢你 咱们 自仇